提醒大家民眾在交叉路口 如果沒有設置紅綠燈 騎車或是開車經過 一定要多紮掃心了 上次在高手上午就發生了一起車禍 來讓機車行進前建區瑞峰路的時候 因為路口沒有耗置燈 機車發生擦中 有一輛機車直接噴飛出去 波及到了另一輛的行駛中的小客車 一共造成三人受傷 監視器路下一輛白色的機車 騎士在十字路口先停了一下 接著緩速往前騎 沒想到橫向道路 一輛灰色機車從左方快速騎過來 兩輛機車撞在一塊 機車當場背了出去 波及到一輛行進中的小客車 車禍發生在高雄市前鎮區 瑞隆路與瑞達街交叉路口 上午十點十六分 兩輛機車擦撞 銀灰色機車坐電和機車分離 車殼碎裂掉在地上 騎士的安全帽拖鞋散落在一堂 另一輛雙載的白色機車 則倒在車道中間的雙黃線上 車頭變形一共三人受傷 受到波及的汽車駕駛 除了車損仍沒有受傷 兩輛重型機車發生碰撞後 波及到另外對象的汽車 兩輛機車傷在男子 傷勢嚴重 因為路口沒有紅綠燈 兩輛機車不慎 輛車禍三人受傷 其中傷勢嚴重的兩名男子 車禍後一次骨折 躺在地上無法動彈 直到救護車到來 才將受傷的三人送來救治 至於車禍原因 還要進一步釐清 記者謝嘉玲 郭旭輝高雄報導